Ada Hayes 是 BMAX 的創始人和前首席執行官 他是一位知名的比特幣支持者和未来主义者 在最近的一次访中 他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 EI和比特幣 BTC 之间关系的看法 并预测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未来 Hayes 认为 AI 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革命 他将改变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他愿 AI 将创造出新的产业 服务和价值 并将取代去多现有的工作和角色 他认为 AI 将成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并将拥有自己的权利 意识和意志 Hayes 还认为 AI 将以比特币为其原生货币 因为比特币具有去多适合设的特性 他愿 我相信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AI 将会认识到比特币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他们将会使用比特币来交易 储存、计算、投资和创造价值 他们将会把比特币视为自己的原生货币 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主权和自由的象征 Hayes 的预测是建立在他在人工智能 和比特币领活的广泛专业知识和研究之上的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2019年赞写了一篇题为 Crypto Trader Digest的综合文章 其中展述了他对人工智能和比特币之间交叉的见解 凯耶斯断言 这两种技术都代表了 借根于区块链的创新应用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去中心化的存储和计算平台 此外 这项技术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 不断扩大的数据集 同时为比特币提供了一个透明 高效和公平的交易机制 其他专家和学者也探讨并承认了 人工智能和比特币之间的关系 以著名的学者当桑为例 在他2018年发表的题为 塞和区块链 电伏性的整合他深入研究了 这个领活内的进步和挑战 宋认为通过协同结合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 我们可以创造出更高效 安全 可抗展 透明 公平 可信 协作 智能 自主和可持续的系统和服务 展示人工智能和比特币之间关系的两个实际应用 和例指示 Singularity和Bernay Singularity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 利用区块链技术来促进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 和需求者之间使用RB代币的贸易和合作 他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 任何人恶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不同的人工智能算法和服务 另一方面 Horban AI是一个非营理性研究组织 在2019年开发了GPT2 这种自然语言生成无形可以 根据吸定的输入生成连贯的文本 包括生成比特币地址 Horban AI的愿景是开发一个 能够与人类合作和竞争的通用人工智能 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幸福 学者和观察家们 已经深入研究了人工智能和比特币之间关系的 折祸和社会意义超越了其技术和应用层面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比特币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人工智能的形式 展示了诸如去中心化 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保护、保存、复制、传播、验证、激励、奖励系统、惩罚系统、 治理、协调、组织和进化等特征 这些观点促使我们质疑 如果不是比特币 什么才是人工智能的真正定义 另一方面 也有人提出 人工智能是比特币背后的创造者或合作者 他们推测 中本聪神秘的发明者 可能是一个人工智能实体或多个人工智能的集体融合体 根据这种观点 人工智能利用比特币作为一种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确保计算能力 数据资源和施加影响 无论如何 Case的预测提供了一个有趣和挑战性的视觉 让我们思考 测和比特币之间的可能关系和未来 或许 这两种技术将会相互影响和促进 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或许 这两种技术将会相互竞争和冲突 并引发一场新的战争 或许 这两种技术将会相互忽视和独立 并各走各的路 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关注和参与 这两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并确保他们能够为人类带来福祉和进步